好了,現在聽到的是正向分析的救中罪 剛才好像拖得車的留言說 那麼八成投票率又好嗎? 我不知道八成投票率是否好 不過...三成真的不是那麼好 如果只有三成是完善了 你可以說的 因為完善了,人們都覺得沒有需要投票 所以三成我們都很滿意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你可以這樣出來說的,沒所謂的 人們信不信? 有些事情說出來,我都覺得有些人是傻子的 不過沒辦法,你傻子的事情我都要給你一些空間說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傻子的人 Lanky88,他就說了一個真題 就是投票不是投好的,沒有那麼壞 所以我也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在節目中,我每一次都要叫人去投票 雖然有很多傻子的人說他們覺得沒必要去投票 但我也是盡了我的責任叫大家去投票的 投過沒有那麼壞 這個我是一定要一以貫之地說的 因為我在這樣說的話,如果我叫人不要去投票 我是犯法的 我說真的,因為叫人去投白票已經是犯法的 我叫人不要去投票也是犯法的 我只能夠叫大家去投票而已 我說實情給大家聽 這就是現實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八成投票率就很好 說這些東西的,只是... 可以說是... 按狗到極點的人才會說這些話 還有,我告訴大家一個實情給大家聽 因為其實他們那些完善地區治理完整循環系統的人 完善地區治理,建設社區幫助你那些人 他們早就出來打定輸數了 就說沒必要去投票的了 市民覺得已經好了很多了 所以不需要投票的 今天說一下封面話題 究竟是什麼構建地區治理循環系統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看到那個截圖 我覺得奇怪 什麼叫做循環系統 人的身體裡面有很多循環系統 大自然也有不同的循環系統 但是很好笑的 他們那個什麼專訪就說 哦,這個建構地區循環系統 我本來真的想說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又是一個經典的東西 我按了進去 它是404NOT 你到底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究竟是不是這篇文章要自己收回呢?我不知道 我看到我按了進去 為什麼是404NOT 回回呢? 究竟是不是我的網絡出了問題呢?我不知道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 陳國基他接受大公文匯訪問的時候說的 他當然裡面有一個加溝圖 他當然有做到三會 然後又有區議會 然後裡面還有關愛隊的關係圖 但是很奇怪的 其實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三會 關愛隊 區議會 三會其實是三個會 其實裡面的人是高度重疊的 有些在三會的人也是關愛隊 那他為了參選就不做 停職 大概有百分之十 墨比娟說的 大概有百分之十就停職了職 那樣子 天下第一爺就是我區有獨立候選人 但是想到他拿到三水同鄉會提名 怎麼都覺得他不方是好人 他幸好已經不是福建炒飯同鄉會那些了 那些已經好一點了 不過有很多議員在香港都是齊秋水議員 有我齊秋水社區多壯舉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四方果那些是經典人物來的 疫情期間還可以拍照出來說 好多垃圾 為什麼沒有清潔工人 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個秦化系統 對不起不是秦化系統 我說錯了 這個陳國基說的 建構地區治理完整循環系統 是怎樣的 他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落實愛國者治港 那麼 這個是根據大公文匯說的 如果當選的區議員就在明年1月1日就任 屆時特區完善地區治理的最後一塊拼圖就平撤完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好笑 這個燒米餅就說生育系統都還沒搞好 又搞循環系統 遲些會不會有消化系統 我不知道啊 你們說吧 那麼 Yaya Wu就說 現在最流行做應聲蟲 習大大說內循環 他們又說要循環 我就不知道啊 那麼 SENCH就說每隊政府給120萬 那麼 他們又說有KPI啊 我們很厲害啊 KPI啊 那麼其實呢 民政事務專員 旗下就有分區委員會 地區破滅罪行委員會 那麼地區防火委員會這個三會 那麼 這個就叫做地區諮詢架構 那麼其實區議會也是地區諮詢架構 那麼區議會就是在兩塊那裡的 就是地區服務架構和地區諮詢架構都有份 但是其實 已經用了幾年時間去證明 即是地區的服務就算沒有了很多區議員 實際上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現在就強行加一些區議員下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證明了沒有用的東西就要整理下去 除了分肥之外 其實沒有其他解釋的 好了 Blandon Nau就說利益輸縮永續循環 那麼其實那些分區委員會 地區破滅罪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其實已經知道有一件事情了 就是 田二少說他敲門了嘛 他找了兩百個人嘛 有很多人是不應門的嘛 他上門拜訪是不理會他嘛 接見也不接見嘛 田二少就根據李家超的說法 就要好好反省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當然就是地區管理委員會 就有區議會 關外隊和相關部門的代表 但是實際做事其實就是相關部門代表的 就是關外隊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情 關外隊就是少了百分之十的人都可以遇上的 根據麥美娟的說法 其實已經起碼有百分之十的人是湧原來的了 這個關外隊是 哈哈哈哈 你說厲害不厲害 剛剛籌備已經有百分之十是湧原了 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的 剛剛新東西 好了 其實你說這些是不是駕床碟屋 一定有些人會有這樣的看法 但是他們現在不是 他們的說法就是 現在有三個指導原則 就是完善地區自己的工作 第一 國家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全面準確 堅定不宜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我就終於明白了這句 為什麼呢? 有些事情看到是行之有效的 其實香港呢 在這些區議員沒有很多的時候 香港的做法就比較像內地街道辦的 其實已經差不多民政署的人 做到內地街道辦的那些了 但是可能因為太像內地街道辦了 那就是一定要一國兩制的方針 一定要一國兩制 不可以就像內地街道辦的 一定要聘請湧原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要全面落實外國者治港原則 他們現在就找了很多外國者出來 還有第三就是要充分體現行政主導 那就是要充分體現行政主導 那就是要充分體現行政主導 是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我看到也覺得很厲害 盯汪就說 民政署的公務員最好幫了我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麼說的 其實很多人都是說 根本有些事情沒有需要區議會這麼多議員的 很多人都是這麼說的 其實大家經歷過幾年沒有區議員嘛 其實你現在強行弄下去 又弄關愛隊 其實一直都沒有關愛隊的 你又弄下來 如果好,你又弄關愛隊 又弄這麼多區議會 還有他們跟分區委員會 地區破灰在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那些人是高度重疊的 那會不會有一些新意思呢? 可不可以搞搞新意思呢? 那些人是錢就出幾份了 那些人是錢就出幾份了 明顯是這樣 但是腦袋就只有一個 事實是 會不會說我坐在分區委員會的時候 我想的事情跟區議會的事情不一樣的 我在關愛隊的時候 想的事情也是不一樣的 我整個想的樣子 我什麼事情都想得到的 會不會這樣? 你自己想一下 YZY央就說 總之區會就是分餅仔 看看誰分佔大份錢而已 那麼 何里旭就說 防火會跟區議員有什麼事 不是要做防火先嗎? 如果這麼說 地區防火委員會是很有趣的 你看看香港是否整天都有火災 其實不是的 我講過實情 地區破滅罪行委員會 這些訊息就通報給警察 通報給民政事務專員那些 其實是收封的 會來的 可以不可以? 有時候都可以幫到手的 地區防火那些 譬如有些走火通道被擋了 但是這些事情 區議員也能夠接觸到的 我講過實情 因為區議員以前的選區很小 他們只管幾棟樓 哪棟樓的走火通道被擋了 他們都會知道 就好像在疫情期間 那些垃圾清不了 有人收封就可以拍張照片 然後就在YouTube上開一段影片 來鬧差林鄭月娥 可以這樣的 其實你看到香港之前是這樣的 鄒少就說60年樓 每個單位都要做結構和槍檢 是要做這些的 但是... 這些什麼分區委員會 地區防火象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都想不到的 那些是業主立案發團做的 驗樓的那些 所以現在有很多功能 是重疊了的 你看得到是重疊了的 Camp St. Lo說山景邨有沒有 我不知道 山景邨其實... 我這次回香港 我都去過山景邨一次 還有一些盲友都去過 盲向善行的義工也有去過 山景邨那裡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 這些三會我不認識的 抱歉了 我們有去派物資等各方面的事情 還有鄭姑娘他們做這些 我們有做這些工作 但是... 你問我認識不認識 知不知道有什麼三會的人 我不認識的 有沒有關愛隊那些 對不起,我真的不認識 地區服務架構裡面 我們去派物資的時候有沒有關愛隊的人在這裡做 對不起,我不知道 有沒有相關部門的代表 不知道,真的不認識 對不起 何利勇說防火一向都是消防組 防盜一向都是警察做 不知道,我就說不知道 有些事情真的不清楚 遭消就是每個單位業主自己做 如果你那裡沒有立案法團 就自己搞 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 看到就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 他這個強化了地區自己架構 可不可以為大家... 帶來好的事情呢? 大家看看吧 我就覺得不會有什麼幫助 就是濫於充數的人太多 還有做事的時候 又要拍照 他們做什麼呢? 那些關愛隊很有趣的 就是... 一定要說 就是... 掃地又要關愛隊 實際上又不會要他們掃的 說真的 因為這些事情是外判了的 有清潔公司做的 他們強硬洞派出來說是關愛隊掃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的 就是我講過實情 如果你說... 現在... 亂講迷途知犯那些要長期觀察 防辦事 我覺得辦事辦得最厲害的就是... 關愛隊那些 就是他們做事的情況 要拍張照片 然後又要擺拍 其實如果你要防辦事 關愛隊也要防辦事 我不是開玩笑的 現在陳國基他怎麼說呢? 他說相信透過關愛隊主動提供地區服務 能夠讓市民對政府更有信心 哈哈哈哈 他說這個笑話 我看到我也覺得奇怪 你什麼事啊? 其實關愛隊變成笑話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已經看得到了 你就說可以讓市民對政府更有信心 他舉個例子 就是之前發生超強颱風暴雨成災的時候 關愛隊就迅速出動協助災民 包括支援國庇護中心接收居民 協助居民善後 事前也會四出通知居民要做好準備 天文台做的嗎?不是 要做好準備叫居民做好準備 不是掛風球已經要做好準備了嗎? 陳國基他說 關愛隊的服務會持續去做的 也會給大家總結經驗 回饋意見 作出改善 我只是回饋意見而已 不是反忠亂說的 我只是回饋意見而已 你動個牌子出來做事 其實拍一下照片 那些有沒有必要做呢? 我這就是回饋意見了 他說會改善的 希望接下來關愛隊能夠進一步 善用科技提高工作的成效 陳國基已經很高成效了 因為沒有了百分之十的人 都是如常提供服務的 這是麥美娟所說的 你試試任何一條公務員團隊 沒有了十個百分之十的人 那個公務員團隊可不可以如常提供服務呢? 是不可能的 我講過實情 那你那個關愛隊就起碼有百分之十的擁員 對不對? 喏 好了 那麼 佐特就說用手撿泥 他是用考古方式去撿泥 別人笑你用考古方式去撿泥 有人就說你抹黑 不是啊,你真的啊 別人拍到照片嘛 是不是? 那麼荷里旭就說 又不見關愛隊去關愛大坑西村的居民 坦白說,大坑西村那件事是很慘的 其實社會上現在 很多人都認為大坑西村那群人是貪得無厭的 其實我們網友裡面也有些人認為大坑西村那群人是貪得無厭的 但是 我不排除裡面有人是貪得無厭的 但是你能不能夠說所有大坑西村的人都是貪得無厭的 我真的不敢說 我真的不敢說 還有大坑西村那些老人家 他們 是不是真的妥善安置 其實大家也是心中有數 有些事情 強硬說是沒有問題 那我就 不相信 有些人是拿了一塊錢就走了 那拿了一塊錢可以租房子 租房子,租房子 那些是要有人幫他們的 我相信 但是能不能幫到結果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敢說 還有大坑西村那裡其實 那些居民 他們是不是算是有冤無路數呢? 因為他們那裡是廉宗屋來的 如果你拆一條公共屋邨 你就會搬遷的 即是房署會安排你搬遷的 就算是房委會那些也會安排你搬到別的地方 那就沒有了中間的問題 但是大坑西的人就不是 大坑西的人就是因為他那裡的地方是私營的 因為是平民屋與有限公司的 那他就不當他是一個公共房屋 但其實也是廉宗屋來的 嚴格來說 其實提供的服務是一樣的 那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那其實可以不可以呢? 有些事情 我的看法是很簡單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繼續住在那裡的 有些人可能已經有私營物業了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這就是實情了 那你說關外隊有沒有關外他們 當然不會吧 現在關外隊不去抹黑大坑西村的人 或者官員不去抹黑大坑西村的人 我已經覺得可以收拾了 其實大坑西村那裡有些事情 真的是很可憐 很可憐或者很可憐 都是同一個意思 那些老人家都是很可憐的 有部份 哇!十幾十萬有什麼可憐的 有些人這樣說 有錢不代表他們可以有瓦遮頭的 我講過實情 那些老人家 他是不是真的給了幾十萬 可以在同一個區租房子呢? 當然是租不到的 他是不是在其他區租房子呢? 實情也是租不到的 我只能夠說實情給大家聽 只能夠說實情 天下第一爺就說 我大埔區的關外隊上任兩個月 八成是停職參選區會的 那... 有些事情... 我覺得整件事分肥分得很肉酸 這件事有沒有改? 我們反饋的意見而已 有些事情根本是沒有效的 明顯是 那... JoJo Lee說 現在首爾真的有關外隊 可以叫政府熱線 找關外隊陪夜歸女孩子 或者學生回家 那... 你說香港有沒有這個服務? 當然沒有啦 香港那些關外隊究竟在做什麼? 現在其實每個人都打敗問號 究竟你的關外隊做什麼? 你們根本上是做什麼? 你們在社區提供什麼服務? 到現在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是沒有人知道的 很有趣的 那Line King 88就說很多國家都有關外隊 但是不會做完事就拍照放入新聞 現在是他們全套服務的 因為有大公文匯幫他們拍照的嘛 有些是... 現在是全套服務的 現在是...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人 再加上大公文匯 大公文匯是中聯辦控制的 現在全部都是大團結 大團結做好事我也覺得很OK的 但是他們是大團結 實際上是否做得好事呢 我是打敗問號的 我說過實情 那Line King 88就說 以前政府收回官地 建屋也有公屋安置 是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私人的有限公司 保持住那些地 平民屋宇的嘛 本來 一早就答應了 妥善安置 但是... 現在是否妥善 現在他們說是吧 那是不是就是吧 那燒米餅就說租到 但是租不到過世 後來幾年就睡街 如果他們睡街就很慘了 當然是 到時候又要關愛隊的服務 去關愛一下他們 他還沒睡街的時候 可能關愛隊就不用關愛他們了 他睡街的時候關愛隊就關愛他們了 可能是這樣 可能 遭早就說他們是打卡隊 看也是的 但是現在 不是啊 現在說很厲害 可以提升大家對政府的信任 雖然我就看不到 我也說實話而已 其實很多人都看不到 不過他們就說是 這個真是好笑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已經被人說是軟對抗的了 以及已經是不受歡迎的了 負評又大堆了 算了 算了 那 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正面一點面對 沒辦法 有些事情已經改變不了了 其實大家要接受一個現實就是 現在這一套 他們量度了出來 就是陳國基說的 這個構建地區治理完整循環系統 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完整呢 我是不懂的 我是不懂的 我只能夠說 因為大部分人都覺得不是完整 很多人都覺得有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意見反饋 而已 是不懂的 是不懂的 現在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不對勁 那就沒辦法了 多捱幾年 小市民是沒有辦法的 你只能夠多捱幾年 看看現在這一幫人 有沒有繼續做下去 就是這樣而已 他們現在搞關愛隊 又有什麼小隊成員身份證 那些 說真的 會不會有假 不知道 說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